位在台中东市的客家文化园区 最近设置了一面留言墙 而因应科技化的社会 上头不只能写字 还能录下自己的声音 让游客觉得兴起有趣 感觉蛮特别的 而且这应该是我第一次看到 他可以录音留言的 蛮好玩的 我们希望说在这个世代的人 他可以借由这样的爱录卡 爱录器的这个卡片 然后借由我们在这边 听说强的这个设置 他可以把他自己心里想说的话 透过这张卡片 声光录音卡片 他可以把它录出来 可以传达给他想要传达的对象 我们的这个爱录器 他有几款商品 但我们有针对特地的风景 去所设定主题的商品 包括市长胡志强 汉小钟 罗时锋等许多客家艺人 都曾在明信片框里录音 而除了熟悉的背景音乐 墙上的60个明信片 都可以重复录音 所以我们其实也是广邀 各地有特色的 或是在地的文创这样子的一个设计 来到我们园区做结合 像这个语音的听说墙 我们就是自己DIY 然后结合东市牧衣协会 还有我们在地的文创的业者 一起来去做出来的 也是希望游客来到这边 可以把当时的心情留下来 特殊的留言墙也成为当地幼稚园的幼儿教育教材 表达能力从婴儿开始就是要表达 所以就是从这个墙可以让孩子学习到很多 从游戏中学习到很多很好玩的东西这样子 让他们勇于表达出来 热闹的留言墙成为民众用声音互动 分享心情的媒介 客家无话园区表示 欢迎大家踊跃来这里留言 将听到的幸福大神说出来